今天小木又从扶桑来了 都说英雄莫问出处 但是众所周知 他当年是干什么出身的 对吧 又从东营来 东营 有什么不同吗 营单吧 东营 没错 我最近看他这个微博 有点重操就业的 现在就玩微博 咱做节目之前 他给咱们合影 我跟你说问道 很快 你在微博上看 咱俩的照片 就跟AV女优的并练 在一起 我们两个也去光顾他 搞这个女体事 你怎么又开始拉皮头了 这是我的本行 这是我的原点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介绍 都是为了大家的幸福 为人民服务 多好的事情 但是要注意我国法律法规 他这个微博 放了好几天也没事 你不要贴那些盲人 什么就没问题了 他就说 他也是说 为了要是有这个 你知道 有很多中国男人 他们要去日本复仇 你知道吗 中国嫖客 他要去嫖日本女的 他把这个当复仇 对 但是好多日本女的听说 他不愿接中国 有的时候真叫悲哀 怀着复仇之心 杀向日本歌舞伎厅 最后睡了一晚上 拼命蹂躪之后 往往才闹清楚 这是湖南来的 湖南来的 冒充日本的大和福祖 整个一中国人弄中国人 报复了日本 有还真有这样子 是一般日本女孩不愿接中国客人 因为中国人特别是有时候喝多久的时候 不能做的他也会要强行做 因为中国人去反正我有钱 我该干什么他就想干 但他有个规矩的 你不管做任何一个行当 他有他的行规 只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时间内 还有是 因为 规矩还很多 你肯定都是要用的 所以他要 日本的艾滋病也好 性病也好 都比较少 而且每个人要定期检查 你既然说到这个女优 我对女优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我再给你探讨这个问题 日本人在这方面 是不是有点是压抑还是什么 他你比如说 咱从严肃的事上讲 南京大屠杀 对中国妇女 他就是这种 故意虐待 禽兽一样的行为 那么从到和平年代的性心理来说 从他的AV里边 对吧 那天徐老师也研究出一些情况 说为什么外国的毛片 不是西方的毛片 感觉男女表演出来的都较为happy 同乐 但是日本的好像就是 越是这个女人受折磨 怎么叫受虐的那种 好像就越兴奋 不不不不 日本他有两种 一种叫assamen assamen那就是抽鞭子 被虐待的 那就叫assamen 但真正的AV呢 但他有这些情节 但更多的还是 我觉得是一种AV的文化 像到他的书店也好 到他的那个DVD的店也好 都会有公开卖的合法的 我觉得这个食欲 食欲 性欲 包括物语这三大人的基本欲望 一定要满足了 你明天工作是很好的 所以日本他因为有这个满足了 所以他的性犯罪 他的警察也好管理 29万警察才管了一亿多人 管得很好的 全靠AV女优了 这个很重要 是社会的一个 我可以讲日本不装 日本不装谁装 中国人装了 你别看到很寒噬 给你挨沙子 给你打招呼 但一旦提到性问题 不管是在什么饭桌上 他都会讲 公开的讲 甚至于我举个例子 他没有性骚扰这种情况 你只要不在工作上 电车吃汗 只要你不在工作上 你们的朋友在一起晚上喝酒的时候 完全可以的 他的购物基点一个地方 就是提供给你性骚扰的 性骚扰这两个字是禁止讲的 禁止讲 因为他是提供性服务的地方 对吧 分两种 你的意思是说 妓院里面总不能投诉客人性骚扰 对 所以他禁止讲 所以说 性的服务有两种 一个是性的服务 还有一种陪酒 它都叫风俗营业 但是它还是有区分的 所以你就不知道 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 还是一个地区一个样 我想 你过去不是 你过去日本人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我就包括他这个AV传递给我们一个印象 觉得日本男人跟女人搞的时候 非得要把女人好像弄疼了 弄的很受罪 他们才happy吗 不是 我觉得日本女孩子她自己也是在享受 要不然她不会有这么多主动的自发的去参入到这个行业 日本不是人家想象的都是流氓 喝着毒品 牵着她们 没有谁去逼她的 像你像在我微博上 登的这些AV女后 她很自愿 而且她很开心 她赚了钱以后 到了三十岁结婚 她改一个名字 她可能不在自己的家乡 就我登这个 他们爸爸妈妈都知道的 第一次她不讲 到人家的隔壁杠叹的时候 她也堂堂的回家 她也不是不见人 登那么多人也不知道 对 她是一种文化 文道也是从小研究到现在 我没有 我现在好久没研究 因为日本的AV产业 它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行业 没错 它里面充满了合法的 那么她也跟日本所有行业一样 她一建立起来之后 她什么规矩 什么角色 什么都分配的清清楚楚 什么人干什么活 怎么做 也都很清晰 那唯一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受的 就是那些女星 比如说退休之后怎么办 因为她们其实职业年龄很短 对 二十四五岁就很老了 二十五岁就顶到头了 那已经是 参与工都老了 对 那就很老 参与工是老了 老了到中国当影星了 对 没错 老了到退 那退之后怎么退 这就有问题了 就有的要转型 转型比如说成为一个正常的 到艺人界发展 那有的就可能 还有美国留学 也有去念书 但是也有转型 不那么如意的 当然也有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 根本没有说是逼良为娼 全都是自愿去当的 那是肯定的 而且是非常敬业 这一点咱们很敬佩 他一定会很认真去做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的体系 能展现给别人 能让他去出名 他觉得很高兴 很快乐 他不愿意 他根本做不好 这个行业也不成立 你看有一个混血 现在是很有名的 他今年年底 他就不做了 这是我得到的情报 真正的情报 他不做了 他去留学 他以为这样就洗底了吗 不 他是跟瑞士的混血 在日本很有名的 叫阿丽丝 他马上就 阿丽丝 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 下次去了 阿丽丝好 阿丽丝 争取经典年纪去 接着说阿丽丝 其实他们 我觉得日本男人也好 包括他们自己的女性 是可能不看 但是有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没兴趣的时候 他也会说 两人坐在一起 去看这些东西 其实是生物 女同志看 不是说女同志 女同胞看 也享受吗 他也学到一些东西 他觉得 学到一些东西 我怎么对付 叫我的男朋友 让我男朋友舒服 这也很正常 太舒服了 就这么玩 我觉得都是 而且是 双方感觉到是一种乐趣 不是 这个里面有一种 性文化的问题 还是上次 许子东姓学教授 提出来的课题 就是说 他会给我们 带来一个误解 就是说 女人 日本女人 感觉性生活的时候 都是受压迫 受侮辱的 这么一个态势 这样才格外的嗨 是吗 他有一种需要这种 因为他的 可能他的性感带也好 或者他自己的敏感的东西也好 他必须要被人家抽鞭子 掐 咬 或者打 他才有那种快感 那是变态的 所以并不我们以为去报仇 人家正欢迎 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我在想 其实有时候有个很大的误会 就是大家看到日本的正常的AV电影 就不是说虐待那种 正常的电影里面 她的女性 比如说在做爱过程之中 那种表情 那种声音 你比较美国式的 你也会觉得 他们好像特别是处于被动的 成了就是越痛越快 经历什么煎熬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要了解 所谓性这个东西 虽然像小木讲 是所有人类普天之下 大家有共享的 有普世价值的都要爽 那么但是 他表达爽的 跟正在爽的 那个过程 表达方式 是不一样的 没错 就比如说你 你中国人很开心的时候 你的笑法 跟美国人的笑法 跟德国人的笑法 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在性生活性行为之中 他在表达他的欲望 或者他的感受的时候 他的表情 用到的声音的地带 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把误读为 说他好像在经历煎熬 其实他不一定是 真是不一样 你像我们北方人 也学说上海话 他们有人教我说 说你看上海人在床上 说他也有他的表现 很有他的风味 是吧 男的在下面就问 能撒一碗 能撒一碗 撒一是什么意思 会说上海话 我不会 不然下海人 撒一大概就是 示意 舒服 就 适 适合的适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他学说 许子东才知道 对 徐老师你想象一下 能撒一碗 这个女的怎么说 阿拉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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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